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說一樣的突發消息 俄羅斯又再進攻烏克蘭 狂出一個導彈魚去炸爆烏克蘭 烏克蘭幾乎現在已經全面停電 沒有電力 死傷人數是更多的 為何俄羅斯會突然又轟炸烏克蘭呢 原來烏克蘭在早前被俄羅斯查到 原來是持續地截取俄羅斯的天然氣 阻礙他運送天然氣 除此之外 歐洲議會也做了一點點事 又說歐盟要做一些第九皇宗制裁 制裁俄羅斯 認為俄羅斯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有這些事情出來之後 俄羅斯可能有 更新一輪的進攻也不奇怪 除此之外 新一輪的進攻也不要緊 說真的 俄羅斯會進攻多久呢 會進攻多少呢 真的挺可怕的 要看看俄羅斯有多少軍備 有多少飛彈 有多少導彈 現在公佈了 烏克蘭收到一些情報 就說俄羅斯的飛彈數量 原來有7000支導彈 烏克蘭說俄羅斯有7000支 之前又說他沒有軍備 事實上是怎樣 好 稍後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好留言 訂閱文杰新時報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在昨天 我們接近夜晚凌晨的時份 即是那邊的下午時間 再一次有導彈雨 去射這個烏克蘭基庫 基庫地區就有 一死二十雙最少 全國基庫已經停電了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 衝突已經搞了 十個月 十個月裏面 烏克蘭都處於一個捱打的狀態 基本上進攻不了任何俄羅斯的一寸國土 所以烏克蘭是否真的要 再打下去呢 其實什麼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呢 我想要問烏克蘭的總統 烏克蘭在11月23日 即是昨天他們的時間 即是差不多凌晨的時間 再被俄羅斯用導彈雨襲擊 基庫地區最少一人死亡 20人受傷 基庫市的市場 克里科奇就說 首都一有關鍵 即是基庫 基庫即是首都 有關的設施被導彈擊中 英國媒體就說 幾乎出現了很多巨響 並且可以看到防空導彈飛過 防空導彈不是俄羅斯 是德國和美國送給烏克蘭的大國問題 現在 美國和德國送給他們的防空導彈 防空系統 夠不夠用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不夠用也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和德國 防空系統已經是導彈 沒有出盡 所以接下來 烏克蘭會變成怎樣 我都不敢說 在受到導彈雨攻擊之後 幾乎全地區都已經停電了 鄰國的摩爾多瓦同樣地 斷電 當然不知為何 可能他們的電力都是由 烏克蘭供應也不奇怪 根據當地官員就指 關鍵設施遭到攻擊後 供水也出了問題 因為供水系統都是要用電去營運 否則供不到水 薩爾多瓦副總理在社交媒體內說 薩爾摩亞在經歷大規模的停電 我不知道他們 今個冬天怎麼辦 會不會被烏克蘭連累 因為蘇聯時代維納下來的 能源系統是跟烏克蘭相連 所以俄羅斯的一輪導彈雨 射了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會造成摩爾多瓦大規模的停電 歐洲多國在11月21日 在法國巴黎舉行聯合的捐助行動 再為薩爾多瓦籌了一億歐羅 應付接下來一個 將會很嚴寒的冬天 但是錢解不解決能源的問題 如果解決得到 我相信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解決不了 其實前首相 英國首相約翰遜 其實跟美國的CNN那邊 葡萄牙分台爆料 其實在2月 烏克蘭 跟俄羅斯有衝突的時間 德國一度向烏克蘭 勸航 變成烏克蘭投降 所以很多國家的領袖都知道 他是不會夠打 但是 某國是一定要他打 為什麼俄羅斯要在這些時間內借他呢 第一件事就是抵打 他抵打 俄羅斯的天然氣 叫做工業股份公司 他們發現 公司過境烏克蘭 輸送天然氣 摩爾多瓦的天然氣系統 原來 一直都被俄羅斯截取 留在境內 撻了天然氣 而且 情況持續了一個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俄方警告 將會減少過境烏克蘭的 輸氣數量 這個消息將會令到歐洲進入寒冷的冬天的時候 進一步面臨一個更加強勁的能源危機 烏克蘭當然 不斷否認一些指控 俄羅斯那邊的公司 通過富爾斯克州的蘇甲計量站 運送到摩爾多瓦的天然氣數量 超過了在烏克蘭和摩爾多瓦 邊境過境的天然氣數量紀錄 所以天然氣就在烏克蘭被截取了 俄羅斯警告如果再是這樣 就會由下星期一開始 10點開始 就會減少 經過烏克蘭的天然氣 氣量 烏克蘭就 已經將過境的天然氣 足額地提供給 摩爾多瓦 但什麼是足額 很難說 他認為足額還是客觀數量的足額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而烏克蘭目前就是俄羅斯 輸這個天然氣 去西歐的唯一道館 如果 俄羅斯再減這些天然氣 將會令到他們的能源市場進一步不穩定 所以我們這些電費也可能會是 因為受到 整個世界能源價格上升的問題 電費也可能會上升 而在這些時間裏 歐洲議會 又是做了一輪 這件事 可能是令到烏克蘭被打的其中一個原因 歐洲議會在昨天通過了 決意認定俄羅斯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同一時間 歐洲議會要求歐盟理事國 快點要推出第九輪的制裁 對俄羅斯有些制裁 要孤立普京 即是孤立俄羅斯 阻止俄軍對烏克蘭的行動 但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歐洲議會是沒有什麼法律效力 有幾條彈省在開會 完全沒有 控制權力控制歐盟等國家 歐洲議會就認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一些攻擊 違反國際法 亦覺得他們是一個恐怖主義的行為 所以就定義 俄羅斯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並且會使用這個恐怖主義的工具等等 但什麼叫做恐怖主義呢 他們是沒有界定過的 只是說俄羅斯軍隊裏有一些部隊 列入為一個 恐怖組織的軍團等等 所以就是恐怖主義 歐盟到現時為止 俄羅斯已經實施了8輪的經濟制裁 以東歐主要部分國家為主 現在他們在推進第九輪的制裁方案 包括彌補現在的制裁措施漏洞 但是因為匈牙利的反對 而他們的制裁 第九輪制裁計劃的進展非常緩慢 匈牙利反對的原因是因為違反民主 法治原則 民主的法治原則 而被歐盟凍結了一些補助 所以他們是否真的有民主自由 他叫你 支持他 你不支持的時候原來他是會 斷你買路 也蠻民主 你是民卻主 那就救了民主 威脅說以否決權 卡住歐盟所需要的一些共識 匈牙利也在用他的 權利反制手段 當然匈牙利會否被他們踢了歐盟 會否又被他們有其他制裁 這些事情就很難說 但是現在他們的第九輪制裁 其實說真的 你除了這些制裁也好 對俄羅斯真的有影響嗎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影響 好 戰事什麼時候結束 還有連登仔 烏克蘭的軍方人員 幾個月前就說 俄羅斯沒有彈藥 沒有用的 俄羅斯 廢的 就快打完了 因為俄羅斯沒有的 但我們有很多國家 還在給烏克蘭 那些炮彈 給烏克蘭 俄羅斯可以死了 當時 幾個月前 好像八月已經在吹這件事 其實 那時候在吹這件事我已經不相信 俄羅斯是一個軍公大國 他會沒有一個彈藥 別玩了 說出來的你自己也 你不是真的相信嗎 是笑話 那什麼時候結束呢 他們那時候很快結束 因為俄羅斯沒有彈藥 但事實上 一輪一輪的導彈雨 一輪一輪的無人機雨 玩到烏克蘭借了 烏克蘭他們的 房長 說真話 他們說 他們有一些情報得知 知道了俄羅斯軍方的非彈儲存數量 說完出來之後 可能是嚇死人 烏克蘭的國防部部長列茲尼科夫 在22日 我們也是昨天的時間 發出了一些最新的 俄羅斯軍方儲存彈略的估算圖 其中 其中 S-300的導彈數量 最少還有6,980枝 導彈那麼多 喔 OK 還有其他短程導彈 不是很多 119輪 俄國海軍用的 巡邏飛彈有229輪 不是很多 撐得住 再撐得一會 他就沒有了 大哥 7000輪 剛剛所說的那些加上356 你覺得 俄羅斯會很快玩完 不是吧 列茲尼科內民裏面就是俄羅斯的飛彈副 四個敵人 就是 初識的烏克蘭防空部隊 無人 無能的 俄羅斯飛彈部隊 制裁時間 令到恐怖主義的國家去軍事化 令到他們和平生活 這些就是俄羅斯飛彈副的四個敵人 時間 接著有制裁 接著有 初識的烏克蘭防空部隊 死剩多少個 無能的俄羅斯飛彈部隊 你打死了多少個 沒有 搞不定 你說什麼 沒有 有時候偶爾打出來呼喊一下 所以 烏克蘭現在發生了一些事情 他說他們很行 他又 真是手行 走去撩天然氣 然後 又不知道自己 那個水平實力去到哪裏 現在 弄得他自己又被導彈魚轟炸 7000個 還有7000多個 當然他們只是估算 而事實上跟他們估算 現實跟他們估算的東西 可以有多大落差 其實可以是無限的落差 所以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我想 習廉斯基一天 還在上台 一天未會完 美國一天都支持 美國一天都要他們打仗 我想他們都應該未會完 但是俄羅斯會不會停手呢 我估計 短時間內都不會停手 我都說過 最害怕的是 普京不出聲 普京不出聲 你就預定一件事 你將會被轟炸 你將會被人打到 飛起 事實上是不是 留給大家 研究 討論一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震好留言 訂閱文杰紳士多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